为了行销推广在地优质的青梅 农粮署东区分署 今年在罗山露营区举办了 东部美好市集资性农游区的体验参访活动 农粮署表示 富里乡是花林县主要的青梅产区 地景内容丰富 在地农村人文也很有内涵 因此农村旅游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成熟 三月份市值东部青梅的产季 青梅不仅富含多种营养元素 而经过不同的加工方法之后 口感更是美味多变 欢迎民众利用下周连续假期 一起来体验青梅 青绿色以及红色的梅子酿放在瓶子里面 看起来相当的美味 这是不理香的梅浓所自己烟发出来的 梅子酿出来的果酱 季节限定所以常常销售一口 这个时候的梅子大概有六七分熟 我可以做成青梅 青梅的果酱有做脆梅 因为我本身我没有做脆梅 我是做梅酱 这是青梅的果酱 然后再来呢 比较熟一点的那个胭脂梅呢 我们是做成 这个是熟梅 两种 然后在大概八九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成梅酿 梅酿跟梅醋 梅酿的话呢 梅酿的话它是梅子加黑糖 下去制成的 然后这个就是要一年 我们才有开封 为了行销推广在地优质青梅 农梁署东区分署今年在罗山露营区 举办东部美好市集 知性的农油市体验参榜 农梁署说不理香是花莲县主要的青梅产区 地景内容丰富 在地农村人文也内涵 因此农村旅游发展相当成熟 我们梅子目前以我们辖区来讲 大部分都还是属于干彩梅 今年也在我们华东地区收购了的 377公顿 那其中复里就收购了150公顿 那每公斤以20块钱的价格 来保障农民的收益 不理香农会也会在3月28号开始 在罗山的露营区举办音乐试集 以及梅子DIY的农油体验 提高对梅子的消费食用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推出了很多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一天的油层 两天的油层 然后带你到梅子园去采梅子 教你怎么做梅醋 做脆梅做软梅 这些活动我们都有安排 农浪鼠说3月份是东部青梅的产季 青梅不仅仅不含多种的营养元素 经过不同的加工做法之后 口感更是美味多变 也欢迎民众利用下周连续假期 带家人来体验 记者高雄雄飞香采访报道